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俊, 你想看成叔出事当天 他部车的车勤拍到的东西 我送给你 君分手客 你现在让我去 你能够给他 你不是 你能够给他 Efra 你能够起来 先让我来 你能够抒 你能够给我 你能够给他 我根據車鏡拍到的車的車牌 找到車主 但剛好他回到內地工作 等他回來香港 我拿到那條車鏡片了 他等了這麼久, 不欠我再 那你覺得車鏡會弄到什麼? 我始終覺得 在我爸爸出事之前 但是丘手而忽然之間打電話給他 不可能跟我爸爸的死有關 而那輛車就對著我爸爸的架 說不說拍到什麼都不停 放心, 我已經聯合了車主 回去找我, 去找你 又說Neki醒了? 是呀, 是呀, 他醒了 不過醫生跟他檢查了之後 說他身體比較弱 就打針給他睡覺, 休息多一點 爹爹, 我有些話跟你說 不要在這裡吵吵他了, 我們出去說 是呀, 你們叔叔想把優勢上市? 我猜他是想藉著優勢上市 把優勢的股權重新分配 這樣才可以減低我在董事局的影響力 就一點也不奇怪 爹爹一直反對把公司上市 就是不想優勢的經營中止 受到外界影響 更加不想我們的家業落在外人的手上 我真的想不到爹爹走了沒多久 二叔為了自己的私心 竟然會違背爹爹的意願 那你想要怎樣做? 我會提出反對 如果你二叔一意孤行 那到時唯有召開董事局特別大會 利用我們手上的優勢股權進行否決 必要時 可能要罷免二叔的主席資格 而非必要, 我也不想走起步 如果是這樣, 就要公開自奔的身世 到時不僅影響優家的聲譽 就可能令到丫家會訓練 我也盡量不想走這一步 那就要看看二叔下一步怎麼走 你要找那個車主回去香港 幫他拿一套車的攝影片 始終認不到我爸爸走到哪裡 都見過誰 看完樓才 看完樓才 就是他 怎麼搞的? 連酒店的生意也有兩年招逼 那就是明欺負人 我不跟你說了, 社會回來了 我幫你問問他 老公, 你回來就對了 你那個好老大也離譜了 說要把我弟弟的酒店的生意 兩年重新招逼, 那就是欺負人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聽你發怒訴, 有什麼遲些再說 什麼, 遲些再說 現在踩到心口, 還遲些再說 你不是這樣任由他們嗎? 你剛才就說, 人家兩年之後會重新招逼 沒說過不侵你弟弟玩, 你搞清楚了嗎? 好, 這兩人我不跟你計算 不過優勢基金會的主席 我一定要拿回來做的 我已經想過了 就用朱麗琪精神狀況有問題的理由 搶回主席位來做 我看你也不好得多少 據我說, 你的精神狀況不一樣有問題嗎? 一天到黑, 在這裡罵這個罵那個 如果你這麼聰明, 你去找我大哥 去搶回主席位, 和你弟弟的生意回來 你說什麼? 那個朱麗琪拿了我主席位來做 你叫我忍 那個天婆, 攬炒, 弄得我命 差點都沒了, 你叫我忍 現在兩夫妻在玩針對, 你現在調出頭來說我 我做錯了什麼? 就是這樣, 腰有忍氣吞聲就受你 優家一個人一個氣 你說什麼? 我們優家誰要你受氣?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我反而理你 好, 你不理我吧? 我幫你向我愛家道處 不然你打我來做悲哀 蓉兒, 我就行你 蓉兒, 我知道你 姆姆 你不要亂來, 高盛 你無緣無故送給你, 你不是給寶寶 你不要想著智芬是你的兒子 寶寶就是你的孫子 忘記了嗎?智芬是姓邱的 寶寶早出生之後 因為姓邱, 不關你姓高的事 我一個寵人一輩子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我幫你養三十年 楊先生, 我對你不全是我的重點 你這個混蛋 你一個對不來 就要我大陸武打了三十年 幫你養兒子養三十年 今天我不打死你這個混蛋, 我不靜憂 楊哥 楊哥 你打死我, 我都甘心命運 但我只是希望你大人有大娘 放過家給他們的母子孔 我怎樣對他們, 不用你教我 你告訴我 這件事有沒有別的子孤 還有沒有其他人瞞著我 你和丘太去過親生女兒 他就是三小姐比同 他就是三小姐比同 我是哥 是